我叫舒芬 十多年来为了这个家 没有一天休息过 为了家庭 我放弃小时候的兴趣 放弃当服装设计师的梦想 但是老公常否定我为家人所做的努力 并且对家里大小事都很冷漠 这天我阵防儿子做学校表演的服装 他突然对我大吼 上班很累 让我安静看个电视不行吗 久而久之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力很差 也怪罪自己不是个好太太好妈妈 最近 他甚至在聚会上批评我 不要在这里讲没知识的话 你不讲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丢人信 这样精神折磨的日子让我很痛苦 我是在无法忍受了 因此我上网找寻求助的方法 在跟事工通电话后 决定按照建议 以温和而坚定的态度 跟老公好好沟通 就算老公无法马上改变 但我也不再害怕退缩 我相信 我值得被尊重 被好好的对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